Gmart 红点设计 国际发明展等竞赛 亚洲大学学生获奖连连 展现校方办学有成 最近确实杂志举办国内首次大学校长互评 选出办学绩效明显进步的大学 名单公布第一名风甲大学 第二名亚洲大学 台湾大学排名第三 根据这个美学教育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他的品德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培养 所以我们有三品试验 就是我们做人要有品德 做事要有品质 身后要有品味 同时我们很注重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 所以我们有试创学研 就是根据学生的现象 我们有不同的教材 不同的教学法 那么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同时我们有五千万的创业奖金 经过这几年 事实上我们的办学绩效是 不止这一次受到国内 一百多个学校校长的一个评比的一个肯定 事实上我们在国外的评比 比如像那个英国泰国日报 我们是创校未满五十年 在百大的排名 那么前台湾只有一个私立学校 进到这个榜单 就是亚洲大学 同时也获得这个 前亚洲第七的 这个百大的大学的排名 那七年我们这个 金砖五国跟新兴经济体 我们也是百大的排名 所以等等的一个学生的学习绩效 都受到国外国内的肯定 力求学又合一 保证就业是亚洲大学的办学特色 但校方更注重学生的软实力 环境教育的部分 打造欧式器械校园 处处看得到艺术品 由安藤忠雄大师设计的 亚大现代美术馆 更在去年落成 另外支持学生学习 校方投资也不手软 让学生就甘心 一年级 因为亚大 就是外面风品都很好 而且就是有进入三个百大 对然后就是评价不错 然后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 选择这里 像我们时尚设计系的系 最重要的就是一些裁缝用的机台 我们公司机台就 学校就已经 第一批进来的机台 就肯给很多的数量 然后之后在其他设备的升等上面 都很敢付出 很敢给我们学生做使用 从品格教育做起 同时注重国际观 更致力辅导就业 面面俱到的办学规划 让亚洲大学连续11年 获得教育部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的奖助金 累计获得近6亿元 能够在制测办学绩效 明显进步大学评比中夺下第二名 堪称实至名归 记者吴亦婷台中策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